好了下一段咯 等我一下 好 你已经开始读了吗 对啊 你不是都叫我开机吗 对啊 所以你刚刚原本想要讲什么 我真的忘记了 你刚刚脑袋一片空白对不对 我想说时间也快到了 没有我刚 我以为你要分享什么了不起的故事 没有上一个 因为没有接起来 你说是社会说音 我原本要讲中欧 是真的是中国的说音 因为在中欧 我就看到很多成绩很差的中国同学 可是 就会怀疑他们怎么进来 然后后来还有人被退学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中国有人被退学 为什么 因为他就在学校开始一个 算是金字塔 Pyramid Skin 跟A借钱 就是老鼠会 对对对 好聪明哦 然后借借借借借借 然后一开始有还几个 然后后来都没有还 然后就出差 然后他就捐款跑了吗 后来他就被退学 然后 那钱有还吗 学校没有讲得太清楚 啊 对啊 不过蛮惨的 等我一下下 好 好 好 欢迎回到全国广播FM106 您现在收听的是 百灵果news 我是凯利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We'll be using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应该是English and Mandarin I think so It doesn't matter Who cares 好 Second news Chile is one country which has been constantly progressing when it comes to transgender laws A prestigious woman's school Name Lizio Lizio Javiera Carrera gave admission to a transgender 在跨性别的法律制定上面 智利其实走得算是非常的前面 有一间在智利很著名的全女子学校 Lizio Javiera Carrera 我们就称她为Lizio好了 那这个学校呢 首次让一位跨性别 就是男跨女的学生入学 Aulean Arriaga used to study in an old boy high school and reveal how she received support from her classmates but was constantly harassed by her teachers because of her preference of clothes 那这个跨性别的学生呢 叫做Aliaga 她过去呢 都是念男校 那她是表示说 在男校的时候 虽然同学会支持她 但还是常常会因为 她的服装喜好与众不同 而被老师找查 Initially the school rejected her admission at first the reason being the lack of seats But after a strong campaign from LGBT activists and supporters from mayor supporters from the mayor of Santiago Aliaga Aliaga was admitted on March 6th which also marks her birthday 一开始呢 这个学校 Lisio Lisio 这个学校呢 是拒绝这个学生的入学申请 理由是招收人数已经满了 但在经过LGBT社群 发起活动支持以后呢 Aliaga 成功在3月6号的时候入学 那天也是她的生日 我想问一下 是这个城市的市长有支持吗 好像没有很明确的说吗 对 因为这个新闻我查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西班牙文的 这个是唯一一个英文的 所以 其实 其实这个智利 对 智利一直走得很前面 它其实去年 对 去年11月 就通过了这个法令 就是说 就是transgender people have equal rights 之类 因为它 我记得去年智利 年底的时候通过的法律是说 你如果满了某一个年纪 可能是14岁左右 他觉得你就可以选择 如果你真的想要跨性别以后 你就可以在身份证上面改你的性别 我觉得 14岁有点 你觉得有点点早 对不对 你觉得呢 I don't know 但是因为 因为跨性别对我来说 还是走得很前面 所以我的脑袋没有办法 转得那么快 像我对于什么 Gay and Lesbian 就是男童或女童群的议题 我都可以 比较熟悉 我可以很直接的支持 可是对跨性别我都会撞强 我老实讲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社会架构 就是以男跟女 两 就黑跟白这样分嘛 所以跨性别的定位到底在哪里 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啦 对 那因为我个人对跨性别真的是 还有一点觉得怪怪 你就老实说吧 对 不是怪怪 而是说他们的年纪那么小就 让他们这样子 去做这个行为上 或性别上的转变 我不知道是不是14岁就可以 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动手术 这个的话我就觉得似乎有点早 因为14岁 对 但是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你要怎么样认定你的年纪 你应该是不需要到什么动手术 你才能 不好意思不是年纪 你的性别啦 应该是不需要到动手术 对因为你 我这样讲真的很难听 而且我会听起来像9.2 你说 我直接讲 因为你14岁你一个男生的时候 你就 like 或一个小女生 I think you're still confused with your gender and identity 所以你会不会就是一直 没事就改来改去 我觉得这一定要有个配套 就是会不会 我今天想到男生 明天想到女生 你现在听起来很像某一个族群的人 yes 所以我觉得 当然要有个很清楚的配套 就像改名字一样 当然性别是更严重的议题 可是改名字也是一样 我可以今天改A 明天改B 不行吗 而且这是 不行啊 而且他是去一个全女生学校 I think that's a pretty serious issue 所以我觉得智力真的是蛮厉害的 因为这真意性一定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光是想我自己 我都觉得可能有难度 说实话 你说进女校上学还是 不是 是如果我小孩子在这个女校读书 然后他进来 我一定嘴巴会说 Oh yeah We're so progressive 内心会说 靠怎么办 他如果 他如果对我女儿有兴趣 不是不是 他们就一起换衣服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就说他是一个跨性别的 那这样跨性别的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去另外一个厕所 去换呢 还是他要跟所有的女生一起 在同一个更衣室换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争议性 尤其是在一个小学的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 对女孩子一样 对这个跨性别本身 他自己要怎么调试 他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is issue 说实话 I want to be really open Yeah But every time 每一次跨性别的 issue comes up I hit a wall I can't get my heads around it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 至少这个议题 根本都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到 现在根本就还在讲 很粗浅的性别 现在还在分LG 对 还是很 还是没有好好讲到 那个后面的B题 然后 我自己 你记得我们曾经 也有参与过跨性别的讲座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 跟他们有很多 大概里面五成以上 全部都是跨性别的族群 然后跟他们很多的接触 可是你也可以感受到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当下其实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frustration 对 真的是很挫折 对人生的一些挫折感 大部分都有非常严重的 忧郁症 对 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不被认同 被家里不被认同 还有甚至在找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都有出现 然后那时候当下其实 不要说当下到现在 我都觉得蛮难过 其实在做同事婚姻平权的这个运动下 很多时候跨性别的事会被排除在外的 因为他们的议题 拉出来 一般人都很难被接受 对对对 你看他如果 现在就是讲那个L跟G 嗯 的婚姻 大家都OK啊 没问题啊 对对 对 或者是放在学校里面 OK啊 没问题啊 嗯 可是transgender只要一出现 大家就啊 像我一样我就会撞墙 就啊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够理解啦 我们不清楚实际上的状况 也不清楚配套的情况 So we'll see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 No I'm just curious I'm pretty sure you're definitely okay with it Yeah I'm okay with it 但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 是值得被讨论的 比如说运动方面 对 的差异 我觉得这是我 因为我们之前有跟 我们有在节目上聊过吗 I don't remember 我不知道是在节目上聊 还是we talk about it in private 就是有那个女 就是跨性别运动员去参加 嗯 就是男跨女的运动员 去参加女性的脚踏车比赛 对 然后得到获胜 对对 这可能是不是有公平性的问题 对 然后后来 其实有后来他们就拿出一些科学研究说 他们为了保持 让他们身体在跟女性一样 他们要打非常多的技术 他们甚至一些男性荷蒙 都会比女性低 所以他们其实理论上 他们说 they are at a disadvantage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异体 对 他们这样讨论 那难道女跨男去参加男生的比赛 就OK吗 女跨男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 对 觉得很有趣啊 女跨男 很少 去参加运动比赛 No 没有 一定也是有 一定也是有 那这样好了 我们以前在篮球队 我跟你说不用跨 我们以前在篮球队 你这样讲很糟糕 我以前打篮球的校队 我们出去比赛 那个大专杯的时候 你就看对方几个看起来长得像T的 那几个通常都是主力 我跟你说 一定是啊 八成以上都会中 对啊 对啊 那这样会不会不公平 他们 为什么 他们又还没有开始打赫 对 所以你所谓的跨值是他们的动手术吗 我个人的话会觉得说 是生理上有没有去动手术 但动手术并不会让你变更强 或变更弱嘛 对不对 你可能只是打一些技术 他们说医学上其实会变更弱 男 跨女 的话 他的理论上是会变得比正常女性更弱 那这样又很矛盾 你是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才算一个 对理论上 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 完成你的coming of age 就 对 我觉得这很难 这是非常非常 就是说现在新的奥运 也是说希望可以让transgender woman to compete with regular woman right 我这一点我也是非常的挣扎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就开一个transgender的categor 这跟专法一样吗 no 因为 physi physi 对 本来生理上他们的构造就不一样 就是肌肉构成 理论上是不一样 对我来说 我觉得都是要是什么东西都是 制度都是人定的 都是试试看 然后再来调整 所以你都绝了 oh wow interesting yeah I seriously like for me sport is one thing I cannot agree on I underst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but I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our next topic 好 那这个要双语吗 我竟然翻了也快念 那就双语吧 Canada is launching two new immigration pilot programs that will allow caregivers to come to Canada with their families while also offer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permanent residents 加拿大推出了两大新的移民政策 让这个居家照护者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 同时有机会可以成为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under the newly designed programs caregivers will be given greater flexibility to change jobs quickly if needed current barriers that prevent caregivers family members from coming with them to Canada will also be removed and open work permits will also be offered to their spouses and common law partners as well as study permits for dependent children 新的政策一旦实施之后呢 居家照护者将更有弹性 也可以更快地 可以更换工作 那目前的移民政策 对这些照护者的家人 依亲加拿大 是有很严格的限制 但现在限制解除之后呢 也会让他们的亲属 还有合法的伴侣 可以拿到工作签证 小孩呢 也可以来到加拿大念书 新的政策 可以让愿意来加拿大 照顾加拿大 这些居家照护者呢 有机会可以成为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我刚刚有说到 亲属拿到工作签证 其实不是啦 其实是他们的另外一半 那另外一半有两种嘛 一种是spouse 一种是common law partners 因为加拿大是可以登记为 伴侣 就是同居伴侣的 对对对 那我 我记得你给我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刚好上礼拜 韩市长 韩市长 韩市长他 说什么玛利亚 怎么变老师了 对对对 也是因为有讲到台湾 其实对于外籍劳工 有更多的需求 因为现在其实台湾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 歧视跟落后的法律 首先你要通过 透过这个 很鸟的仲介公司 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要通过仲介 因为就是歧视啊 你把他们当商品在卖啊 你看为什么白人就不用 透过仲介过来 对啊所以就是 你看你能想象吗 一堆美国白人 要通过仲介过来 然后就 oh my god what's wrong 对啊 因为他还是把他们当作 人口贩卖的概念啊 我觉得就是人口贩卖的概念啊 完全就是 我觉得非常落后级 非常的糟糕 那为什么还不愿意改变 当然我要先帮政府说一点话 不是利益纠结吗 当然就是利益纠葛 因为现有的 既得利益者啊 他们不愿意 放开 不愿意放 因为那些钱 实在是暴利耶 你看需求就在那边 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可以拿多少钱 而且你还可以压榨自己的老公 我觉得真的真的是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政府有在推一些专案是 有一些 在情况下 你是可以透过政府去申请的 你不用透过仲介公司 但是第一限制多 第二通过政府就会 凡文入解很多 所以其实名额还是相对的少很多 说到这个 我想要插开话题先聊一下 我前几个礼拜啊 在我们公司楼下的中华电信 要缴费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移工 那他想要 移工 移工是什么 那北七的高雄人 还是东南亚的外籍老公 东南亚的北漂 好 那那个太太就是 在中华电信要办他的那个电话 那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说 我要一张3G prepaid吃到饱的卡 他用中文讲 英文 可是那个先生就是爱理不理的 然后我就一直想要把他沟通 就慢慢问他说 到底你需要什么 我可不可以帮你慢慢讲 然后帮你问出价钱 然后他就那个移工一直说 我只是需要打电话 就是利用网络打电话 跟我家人沟通聊天 然后我就帮他问说 那你们有没有 现在就吃到饱 可是是prepaid 就是预付卡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 我们现在就是 每张卡就是多少流量 然后那移工就 我这样讲移工有歧视吗 没关系 你这个人本身充满歧视 随便你讲快点 移工还好啦 好 那他那个太太就是 我觉得太太比较歧视 好没有 I'm just kidding 玛丽亚很 No Don't say玛丽亚 She was really frustrated 为什么 她就觉得说 为什么以前我可以买 现在不能买 她就很生气 她说我所有的朋友 我以前都在买这个啊 可是我现在要recharge 我不能recharge 然后她就 她就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她之前那张是3G的 然后中华电信 以前3G有特别给 就是外籍劳工 有一个方案 是可以买预付卡吃到饱 现在4G不行 因为中华电信 大家都知道 不止中华电信 台湾所有电信公司 在去年年底吧 所有都把3G丢掉了 变4G 所以 可是没有配到测试 就没有新的 说4G是到宝 给这些 他们真的 需要很多的网络 对 他们真的 网络用量很大 That's true 不是 因为她有问 那个太太说 你的网络用量多大 她就说 我整天都在Facebook上面 打电话跟聊天 Yeah 因为他们真的 第一 你看没有家人 没有办法一起过来 很多都是年轻人 年轻的男人 年轻的女人 他们真的 需要 他们需要陪伴 他们也需要交朋友 Yeah So 所以 我真的很希望 台湾有交易日可以开 所以我就把她沟通到最后 然后她 她就 她还是 She was really gracious 她就跟我 说谢谢你 然后她就一脸 然后她就一脸就是 很沮丧 可是跟我说谢谢 然后她就离开 然后她也没有办新的卡 那你有跟那个 不想理她的那个 中华电信人说什么吗 没有 她就是 后来那个 中华电信的人 她也说 我们公司真的就是没有 吃到宝的 四局 prepaid 预付卡 她也没办法做什么 那所以 我就觉得说 他们都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没有想到 这一群人的特别需求 其实我通常 比较受不了的是 制度是这样啦 但我比较受不了的是 那种态度很差 把他们当 庸人 呼自己来 挥自己去 因为我 我都会 我都会直接 开骂 真的喔 对 我遇过好几次 你在哪边开骂 在小琉球 哦 小琉球 小琉球 也有很多 他们家里 尤其是会开店的 他们都会找外籍的人 来帮忙 对啊 那这些人一定都是 被压榨的老公啊 我就是觉得 他对他们态度 跟南非 apartize 起对待 的态度 都很差 非常非常差 我觉得是老一辈的人 他们 没有那个观念 那你怎么跟他们讲 我不会真的直接凶他 但我就会用 阿伯的方式 因为阿伯都会想 跟我们聊天 我本来想说年轻妹妹 那有点不好意思 但想要跟 妹妹们聊天 就女性 好不好 女性聊天 我都会说 哎呀 人家很辛苦啦 就 离家背景 都没有人陪他 阿你 没有朋友 阿你怎么对人家 这么熊 我可能都用这种态度 可是我会花 很多很多时间去讲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我不讲 我真的是受不了 哇 我们这个大超市 好吗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to the next w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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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